作为一个球迷的角度来说 我是从大概1989年开始 高芬芬国家队开始看球 一直看了今天 当时的日本队 因为我在日本 我后来是看日本 当时日本队你看很差 特别88年那支日本队 输得很惨 导致到什么程度 就是高芬芬是国家队 后来大部分人到日本踢球了 他们实业联赛 然后一直到人家 高升 高升的儿子现在在日本 高升的儿子高宏宇 是原来日本国家青年队的 现在在新泄 那个93年纪联赛 92年就拿亚洲冠军 93年纪联赛开始 你看这一路上 这就是两个曲线 一个往上走 一个往下走 到了今天 日本参加世界杯 今年参加世界杯 那个主教练 动作跟你踢过球了 教练过的人 孙宝一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 那个1995年 戴纳斯威 在香港女平的时候 你俩在场上比赛 我那个比赛 在我整整看了一遍 你俩对抗我 画面我都挑战 他们已经 现在日本国家队 今年23个人里面 有6个人是国内 其实都是在国外效率 而且这6个人里边 有两个人 是以前从国外回来的 就是这么 30年中间 你看差距拉了有多大 现在日本人讨论的是 我们什么时候 大家天天骂孙宝一 说孙宝一 你没法把这个国家队 带进世界八强 就这样子骂 我们在 对啊 你看我们现在 真的就是 922年那个戴纳斯威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队 虽然输给了日本队 但是你从场上看 一点不吃亏 包括我们的队员 这个谢玉欣 蔡胜 黎宾 日本的解说里边 说的很清楚的 说这个郝海东 这个人很厉害 大家都注意了 这家伙速度很快的 而且身体比较好 弹跳离强 每场比赛都能谈到你 包括96年亚洲威首 说的清净主 那时候你们没参加吧 今天郝海东没上来 日本人说 今天郝海东没上来 没参加 但是日本人是很了解你的 每一次这个比赛的时候 一定会提到你 只要是国家队层 你在场上的话 一定是会提到你的 就这么30年了 这个差距拉的 对没办法 这是中共的体制 这个日本的这个 他们职业体系 跟中国是不是也差不多 不是一块 就是他们是93 我们是93 对啊 一样成长起来 对啊 所以你就看 经过了这么多 你看日本现在的 在国外蹊球的 这些年轻的运动员 有多少个 50几个吧 而且都是在 顶级连赛里面 就各国的顶级连赛里面 你再看看咱们的这个 同样都是这么几十年 一起起步的 你说这个 如果咱们就从本质上 本质上体系 这个没有差别的话 你说 东亚人嘛 对啊 你说人种问题吗 扯淡 对啊 这个就是非常关键 大家要清楚啊 最后的就是 为什么说咱们要讲出逻辑来 给大家给老百姓开智 就在这 就是说这种社会制度 体系 日本人就成了世界 进不了前八都被骂 中共的体系 曾经的我们 可以跟别人看好 对吧 大家已经没有质量区别 到今天 你连人家人影都看不见 人家在国外 这么多顶级连赛 踢球的运动员 可怕的就是 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 共产党会说 哦 你不是没有运动员 在国外踢球吗 OK 他又弄一帮子人 所谓的留学生 他给你弄出来 懂吗 他给你弄一帮子 一块就像建卫宝 那一帮人在这 踢完了看看 你看 不都出国了吗 从原先到匈牙利开始 对吧 对对对 这些 他的共产党就会感觉 都是以行政命令 国家模式 来去控制你 最后了 去看看 能不能 你踢不好 就是你的问题 他本质上不一样 足球是个社会化 程度非常高的一项运动 他根本跟你的 最后的这些 你想的那些招什么U23 什么身体素质 人种 没有任何关系 他需要大面积的这种群众基础 来涌现出一些人 组成好的国 对 他需要他的这种社会制度 社会保障 社会体系 他不是一个单项 像他们一个单项 出来一个你就可以了 这个不行 你光11个人都不行 因为你要有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 十万个人 因为他天天有比赛 天天有不确定的因素 对吧 天天有这么多居乐部 这么大场地 这么多 你光弄个十个八个队都不行 何况中共这种体制里面 它每一样都是错的 在国外的这种社会制度里面 意识形态里面 体制里面 体系里面 就会涌现出来 很多的人才 来组成一个队 但是这样的话 都竞争很激烈 都很难说 你光有一个梅西 旁边那些人不行 没用 你亚跟庭从来没得过冠军 对吧 得了一次世界别亚军 就上一届 梅西踢的最好的一次成绩 那梅西已经 踢马拉多纳之后 最好的足球呢 对吧 那他没有旁边的 队友的帮助 不是顶级 一样他狗屁 他也进不了那么多球 他也一样跑不动 一样被你共产党说 没体力 个子矮 人种不行 对吧 都是一堆的缺点 这个就是本质的区别 就是你别看日本 到了现在了 他们的人 所有的这些 没有一个 说可以跟我们当时 这种天赋 像三志义 像高峰 这样 对吧 我们能去比的 没有一个 到现在为止 那他们都已经 年年进世界杯 经常小组出现 进十六桥 是吧 那人家 五十年以后 人家的目标 就是世界冠军 当然很难很难 但是毕竟 别人走在了 正确的道路上 如果他们 没有这种 真正有天赋的人 赶上最好的一波 你想拿世界杯冠军 足球这个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因为全世界到今天 拿过世界杯冠军的 旧的七八支球 对 是的 那是在上一届以后 才突破的 一支就是七支 对吧 什么意大利 阿根廷 巴西 巴西 德国 德国 对吧 没几个 你要知道 这个有多难 真正的职业化 社会基础 对吧 太多的因素 所以这一切 就是告诉你 你共产党这种 专制集权的这种 恐怖组织 那你没法能让 老百姓 让运动员 来去受益